阿米 爱的文明 作者 恩里克·巴里奥斯 翻译 赵德明 第二章 克拉托的秘密 终极 阿米操控着键盘 屏幕上显示出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过程 改造的过程就和这个类似 愿意改造的特理人 骨骼变软 身高缩减 尖牙脱落 长出像斯瓦玛人的牙齿 身上的绿色毛发褪去 头发变成玫瑰色 耳朵变尖 眼睛变成紫色 在短短的两三天里 他们的身心都发生重大变化 最终完成不寻常的改造变形 另外 他们放弃了特理人的思维和感觉方式 这是改造中最重要的部分 文卡说 他们变成了斯瓦玛人 成为真正的人类 阿米笑着补充说 同样的事情也正在地球上发生 虽然外表看起来并不明显 文卡继续解释说 自从有个非常重要而且掌握大权的特理人 转变成斯瓦玛人以后 特理人现在的态度变得柔软多了 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科学证明 特理和斯瓦玛其实是同一人种 使法律做了修改 现在也有些斯瓦玛人开始担任重要职务了 学校和其他组织内分裂不合的现象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特理人的两派内战也结束了 如今局势缓和许多 不过局势也不是全然乐观 因为愤怒的恐怖犯罪集团到处杀人放火 人心惶惶 再加上科技水平提高 炸弹越来越容易制造 杀伤力也日益强大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平息 这番话让我非常吃惊 因为地球上似乎也有相似的现象 地球两大强国之间长期的对抗已经结束 可是恐怖分子到处滋事 尽管整体局势不再紧张 暴力事件却层出不穷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问道 阿米回答说 我解释过地球和气压经过相似的进化过程 接近高等生物能量状态 并开始放射更纯净的能量 影响上面居住的人类 这些新的高级能量加快了进化速度 我记得跟你们说过 进化意味着 想起来了吗 进化意味着接近爱心 我们高声达到 这是与阿米初次见面时 他给我们上的课 这个观念犹如一道明光 使我豁然开朗 更能体会生活的意义 当然 这是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 是的 因为这些新的高级能量 有利于人类意识的觉醒 和更高层次情感的表达 比如和平与团结 和平与团结的趋势还没有出现 我想起地球上恐怖主义的猖獗和其他乱象 已经逐渐出现了 并且随着计划过程加快速度 从前 人们比较麻木 如今变得比较敏锐 比较有觉悟力了 这种进展是一切不道德的行为 一切违反爱心法则的事情越来越受到蔑视和谴责 甚至受到惩罚 不论是人类的法律或者是宇宙法则的惩罚 这都是进化的表现 表示人们的头脑开始清醒 爱心也增加了 这是一种渐进的变化 但是效果快速而持久 目标是建立高级的文明形势 阿米这番话给我一个感觉 像是在暗示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仿佛我们的世界已经得救 要在地球建立奥菲尔班的天堂也是指日可待 他看透了我的想法 小伙子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尽管良心与爱心逐渐增长 但在这个新生世界欢乐诞生的同时 还有一个垂死挣扎的世界 依旧滞留在人们的心灵和思想 不愿离去 他知道死期临近 但他仍然拥有顽强的力量 你们想认识一下世界的暴君吗 阿米的神情看起来准备好事 哪个世界的暴君 地球上的和气压上的 其实没什么不同 这两个星球上的文明 如果可以称为文明的话 都是受到同一个设立掌控 世界的暴君 我从来不知道地球上有暴君 我惊讶地喊道 气压没有世界暴君 各国都有民主制度下的总统 文卡也不认同阿米的说法 文卡你错了 暴君确实存在 你们看看那个屏幕 他直指安装在舱内侧边 一片巨大透明的薄板 我一直以为那不过是一个装饰品呢 你们会看到某个代表典型 什么型 文卡问道 代表典型 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典型吗 是一种形状吗 我问 好了 没关系 以后你们会明白的 你们即将看到的这位先生面貌模糊 但是不难想象他的德行 事实上 他是某种势力的化身 是低级能量的象征 你们注意看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子 身披极地红色斗篷 红色斗篷里面穿了一身黑 他那锥子般锐利的可怕目光中 蕴藏着无限的冷酷 残暴与邪恶 他的瞳孔周围是红色的眼白 双手是一对斑爪 模样可怕极了 文卡发出一声尖叫 惊慌地躲到后舱去了 阿米 快快关掉 那是魔鬼 我几乎喊叫起来 不 不是魔鬼 他是世界暴君 阿米笑着回答 随后关掉了可怕的影像 文卡回来吧 暴君离开了 真的吗 用不着害怕 他并没有真正来过这里 那仅仅是集体潜意识的投射 可是他直勾勾地死盯着我呢 我鱼记犹存地说 他盯的是镜头 阿米笑着说明 文卡好不容易回到了指挥舱 他说 这个世界暴君是怎么一回事 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暴君 他住在什么地方 他住在每个人的思想深处 文卡惊慌起来 这个暴君藏在我心里 人心里藏着各种东西 文卡 从爱心到邪念 什么都有 至于在现实生活中 到底是真善美 还是假恶丑 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程度 表现出来的结果 我明白阿米是对的 因为我自己就常常气得 巴不得把某些人给宰了 还好只停留在想的阶段 而有些人却克制不住冲动 酿成大祸 他们远离神的爱心 而接近魔鬼暴君 文卡想知道 这个暴君都干些什么勾当 这个人物躲在阴暗的地方 躲在人们灵魂最阴暗的角落 想尽办法控制现实世界的权力 暴君会利用觉悟力低的人 把他们放在权力岗位上 为实现他的目的服务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星球上的政府领导人都被他操纵 文卡当然不是 有许多领导人是以行善为动力的 他们有责任感 愿意为别人着想 为世界着想 为国家和民族着想 他们争取执政权是为了改善现状 散布真理 并阻挠道德败坏 于是暴君就抢走他们的权力 以破坏他们的目标 因此好人行善并不容易 此外敢于做好事 破坏暴君利益 并且进行真正改革的人总是少数 但是幸亏有了这些人 否则的话人性就荡然无存了 因为没有他们 暴君就会更加横行无阻 我想也是 有些人为什么让他控制呢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思想和欲望被他左右着 任由他挑起战争 犯罪 狂热情绪和恐怖主义 以致社会充满偏见 恶事频传 和谐与宽容则是遥不可及 政治腐化之余 大半个世界的经济命脉也落入少数某几个国家或财团的手里 阿米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此人的目的只有一个 不让世界幸福 啊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灾难 文卡叹息道 阿米 我不懂他为什么不愿意世界幸福 我还是不太明白 这就如同细菌不愿意碰上杀菌剂一样 我不懂 幸福来自爱心 而爱心是世界之光 然后呢 就像有些细菌和昆虫会见光死 暴君老爷也只能在阴影里幸存 明白吗 大概吧 孩子们 这是个能量问题 当人们幸福时 发出高级能量 不幸的时候 发出低级能量或震波 处于阴影里的人受不了高级震波的冲击 如同吸血鬼 无法忍受阳光一样 暴君不允许世界充满高级能量 因为高级能量会杀害他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暴君只有在世界不幸时才能生存 他在自己的领土内下令放射邪恶的震波 是的 彼得罗 不过 那并不是他的领土 暴君是个侵略者 如同钻进家里的老鼠 或是一种入侵的病毒 只要真正的执政者 世界之王没有来到 这个篡权的家伙就可以指挥一切 暴君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千方百计要阻止世界之王的到来 当光明的力量增长时 黑暗的势力也会自我保护 这就是为什么美好的事物和丑恶的事物往往同时并存 这是一场精心布置的战局 开始于心 然后彰显于外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世界之王会是谁呢 真正的世界之王就是管理整个宇宙的君王 就是爱心 就是宇宙之爱 如果是爱心管辖整个宇宙 那为什么还会允许暴君这个野兽统治我们的星球 这不是神允许的 而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造成的 是的 我早就跟你说过 神尊重所有星球上的人群和个人的自由 邪恶统治着你们的星球 统一着许多人的心灵 许多情况下 邪恶就在你们内心深处 因为你们自己允许邪恶藏在心里 我认为你说得对 因此 暴君处心积虑把魔爪伸向政治和经济领域 煽动犯罪和种种狂热行为 甚至以宗教和体育的名目为幌子 你们之前在博板上看到的那个代表典型不是很好 显示你们对生命质量的要求并不高 另外 你们长久以来抱持着这样的真知灼见 不表示意见 不管闲事 让别人去操心 因此 你们的星球至今还是老样子 阿米你说得对 我们麻木不仁 贪图安逸 让暴君横行霸道 因此地球就没有建设奥菲尔的那种天堂的希望 但是 任何力量都有其克星 阿米笑着说 这一回他的笑容里包含着某种希望 他再次操作键盘 这时 在同一片玻璃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色衣裳的卷发青年 他面带笑容 手持闪闪发光的黄金宝剑 真帅 文卡着迷地赞叹着 神的使者来了 他将打败侵略者 阿米的语气十分热切 所以这位青年要杀掉吸血鬼 确切地说 是一种力量压倒另外一种力量 我再说一遍 这种情形首先会发生在内心世界 随后才反映到外部世界来 这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问题在于发生的时间 方式和代价 阿米 可以再说得清楚些吗 你们现在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工作 其他许多计划成员也是如此 为了让迈向更美好文明的进化过程不那么痛苦 而能再温和快速些 你们努力完成自己任务的时候 其他相关环节也在配合 不过 目前还不知道事情会如何结束 虽然已经有些令人鼓舞的迹象 比如什么样的迹象 我说过 行善的人 为光明事业效力的人口日益增多 包括一些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迫使暴君的势力范围逐渐缩小 于是 他自然要对抗变革 延长统治时间 他意识到 如果人人都觉悟了 他就无法掌权 因此他极力煽动一切迷惑人心的活动 他是个畜生 文卡气愤的喊道 克制一点 别生气 阿米劝他 对不起 真让人恼火 可是你也不该辱骂所有的动物啊 比起暴君那只大害虫 许多小动物反而没害过人 哈哈 我想起阿米曾经说过 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人 难道他忘记了 彼得罗 我说的是人类 不是那种鬼东西 魔鬼完全不管什么人类的未来 反而一心阻止光明的到来 所以 他千方百计的散步最致命 最具破坏力 使人蛮横霸道的武器 这样的武器会发出最低级的能量和震波 把人类和世界笼罩在深沉的黑夜里 阿米 这种武器是什么样子 我们满怀恐惧地问道 就是毒品 他牢牢地注视着我们的眼睛 沉重地吐出这个恐怖的字眼 如果吸毒人口增加 世界的未来就有可能被人类敌人操纵的 傀儡所掌握 因为一个人一吸毒成瘾 就会智力迟钝 情感冷却 为内心的阴暗世界敞开大门 于是 暴君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他 因此 吸毒的人可能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来 我们俩听了以后感到十分震惊 这些可怜的毒隐牺牲品会变成散发邪恶能量的强大热源 而这恰恰是暴君所需要的 因为世界越是黑暗 他的统治势力就越是稳固 当然了 使人吸毒上瘾的另一种形式是煽动人们以暴力和诡诈的手段满足私欲 比如什么想法 有些人生活的唯一动力就是自己或者家庭子女 这难道不好吗 不是不好 恰恰相反 我们当然应该照顾和保护亲人 那又坏在哪里呢 坏在唯一上 连野兽都有甜毒之情 所以爱护亲人是理所当然 没有什么大功劳可言 不这样做是会令人不齿的 但问题是 别人的亲人又该怎么办 我懂了 各种单位或者团体也有同样的问题 暴君让有些人认为 唯一重要的就是捍卫自己所属的团体的利益 这些团体可以是种族 宗教 社会阶级 体育俱乐部 政党 意识形态 精神文化 商业集团 黑道帮派 村镇 学校 阿米 我很迷我们学校的球队 他们获胜的时候 我非常高兴 甚至希望能捐出零用钱资助他们 这不好吗 我问他 彼得罗 这没什么不好 希望我们选择的事物有好的成果 并且为此效力 这是好事 甚至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热爱的事物也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那就好 但是如果以为只有唯一二字才是真理 对别人就不会尊重 也不会有爱心可言 而是只有冷漠或者更恶劣的态度 比如仇恨 暴力 欺骗 这就给暴君一个信号 伸出魔爪的时候到了 因为他总是在寻找挑动人们分裂 攻击 冲击的时机 这么说起来 这个暴君也藏在我的内心深处 因为我总希望对手输球 阿米大笑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